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艺术的星空里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他的成功更是离不开他的父亲 以及无视家庭对他的影响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先从吴昌硕的 撰刻和书法作品了起 了解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 首先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 系列映社副社长 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 佟岩芳老师 另一位是吴昌硕先生的四世孙 西里映社社员 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吴昌 吴昌硕可以说称得上是我国近代书画艺术上的关键人物 那么作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当中的一位 他兼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 能够博彩众长 兼容并序 将四绝的融会贯通 特别是他以金石入印 入书入画 以最传统的艺术因素和审美理想 塑造了崭新的艺术风格和风气 那么同样 他本人一生的经历呢 也非常的传奇 那么先请呢 两位老师啊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曾祖父呢 他是1844年 出生在安吉的这个三五村 这个三村呢 几百年来呢 很太平 都是由我们无事的这个家属 一直在这里翻演 就是吴昌硕早年呢 就在这里接受这个教育 那么吴昌硕的祖父叫吴渊 他是本身想当我们这里的教育局长 那么吴昌硕的父亲呢 吴兴甲呢 本身就是个举人 他又喜欢这个钻课 吴昌硕先生从小就是入木栏 14岁的时候就跟他搞这个钻课了 他对科应从小就入木了 这17岁那年呢 我们这里上午的生活就这个变故了 太平天安国呢 他从浙江过来 商房呢 就在我们张武作为一个战场了 这里成了这个废墟了 那么后来吴昌硕先生呢 就跟自己的父亲呢 到安吉的县城去生活 搞了一块这个小的地方 那么就是吴昌硕先生 后来一直祭瓜做的辅员 因为他们以前呢 没有饭吃逃难嘛 逃难是这个几年 吴昌硕先生打长工啊 短工啊 甚至有一次 他在石仓屋这里 没有盐吃 一个人已经这佛种差不多了 所以有个老农呢 就拿了一点盐 给他吃了以后呢 就恢复了 所以他后来就起立 所以他有时候签名也是 昌石 昌石 就是为了纪念 这个在石仓屋的地方 差一点这个命也没有了嘛 东老师 您既是书法家 也是传课家 对这个吴昌硕的艺术啊 这个其实做了很多的研究 所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 他的诗书画印 他在一生当中 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 晚年是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风格 吴昌硕先生呢 实际上 这个对他的研究呢 是一个大的课题 我们对吴昌硕先生的书法 绘画这个特点的研究 包括他的交友 实际上到今天 还在进行中 那么讲到他的这个艺术成就 一定讲到他的书法 钻刻 绘画 那么这个三载当中呢 这个吴昌硕先生呢 是钻刻最早 他实际上42岁完全成锁 所以最早发端的是钻刻 那么他一生 自己也所跟钻刻不理 他一直到84岁 还刻了八方头上 释放是他自己刻的 还有释放他钻 请吴昌硕刻的 他写了清清楚楚 所有有关吴昌硕先生的带刀的什么 都是不严谨 昌硕先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吴昌硕先生的书法呢 大家对他最认知的就是色谷文 他说他跟色谷文 一乐也不理 而且临色谷文 一乐有一乐之境 所以呢 实际上从他早年学养一生 到中年的一点点变化 到晚年形成一种 这个章法上面左低右高的 这个线条呢 又用邓的路这种触线条来表达的 这个是前无古能的 所以这一类东西呢 就是成为他的全能产品 他这样看 书法跟辉画呢 总的说起来是 又到晚年 又是这个金字锡色作 又是张力色作 那么有两件事情呢 我印象很深 就是1912年啊 他用这个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跟他写四个字 叫以古为图 这个是他艺术一个很好的全说 说明他呢 他对古代的艺术 对古代的传统 他是非常非常认真 而且信我守 就是去体验的 但是他又多了一句 就是以古为信 这个就是他艺术的特点 他不是一味以古的 我觉得 这个两句话 对吴昌说的理解是很有好处 第二个他在晚年呢 跟这个黄克宜先生 写了两句话 叫十金色烈 杨草莫星 一个十金色烈 就说明他的书画 一转看全部是有金色气 这是他的第一 杨草莫星呢 说明他的柔软的一面 丰富的一面 平常的一面 所以这个两者 能够很好结合的 那真是了不起 刚柔相机 刚柔相机 所以我说 他的多样性 是时代造就了他 他也跟时代 画出来 这种荣布仲裁的 这样子一面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 吴昌说的先生 越到晚年啊 他这个越来越慈祥 我发现他早年的照片 跟这个晚年的照片 比较 他晚年就像一老太太一样 特别慈祥和安 这个可能性 你讲的人家一直提到 也是他为能处 是一个特点 是 他这个人不高大 心里很宽 所以你像他这个 交友网络啊 里面就是有五十几位 很要好的朋友 他都一首首写诗 纪念他们 所以没有一个艺术家 像他这么广泛的教育 这也是他艺术成功的 一个道理 第二个 没有一个艺术家 像他这样能够取舍 我统计了一下 从元代的这个吴昌开始 一直到他同时代的 包括任本年了什么 大概最起码有五十几位 艺术家 他都从他身上 写去营养 但是他学 总是把他变为自己的 这个也是 藏着学生 其他的不可解的 这个地方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艺术家 能够从每个人身上 汲取养料 但是呢 在自己的心中 又发生一个化学反应 是 最后他吐出来的是 自己的艺术 是 刚才这个佟老师 特别讲到这个 这个吴昌硕先生 其实 最早成熟的这个艺术 应该是 他的撰刻 他的印章 我们知道 吴昌硕先生 本人一生 刻了很多的印 有反映自己 这个生活状态的 那么有体现自己 当时心情的 也有表达自己志向的 但是呢 当中有一些 印文啊 非常有意思 他并不是一个 调书带的什么名句 里边有很多的印章 他的这个文字 极其的生活化 比如说 小名乡阿姐 苦铁佛温 另外呢 很有意思 一月安东令 吴昌硕大龙 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吴昌硕先生 跟我们说一下 这几方印章 他的这个印文 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吴昌硕先生 是一个很怀念自己家乡的人 他到了七十二岁的时候 他有几乡回家乡 因为呢 当时的交通不方便 他也知道 自己承担回家乡了 那么就想起了 小的时候的事情 他小的时候呢 能长得很秀气 所以就是 相邻相亲的称他为 这个相阿姐 他在印章里面也追到 这个情况 这个声音现在听不到了 这音面里面有的 他说想起小的时候 相邻这个称为 这个相阿姐 也现在这个称呼了 听不到了 所以呢 表明这老先生呢 很有家乡的 思乡之情 对 还有这个 吴昌硕大龙呢 他是刻在1917年 对吧 因为当时的时候呢 一个是呢 是他的 就是夫人去世了 一个呢 当时的时代啊 很乱 吴昌硕这个先生呢 认为我现在这个 身体也不好 对吧 那么还有呢 就是乱七八糟 这些事情呢 我都不要听了 所以就是刻了一方 吴昌硕大龙 实际上就是这个叫 后人讲的叫 躲进小楼城一桶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的 所以呢就是 吴昌硕大龙呢 其实他是 对许多东西啊 社会上许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也都要听了 他也是觉得很烦 所以呢他就是 一心一意就是 到这个艺术圈里面来 这个苦铁是什么触点 苦铁呢 为什么叫这个苦铁呢 就是经过断打了以后呢 受过苦的铁呢 才能成为真正的好铁 吴昌硕先生呢 因为他早年呢 相当喜欢刻印 那么他呢 在逃难的时候呢 打短工啊 晚上这个休息的时候啊 他也喜欢刻印 那么他这个道呢 很差劲 有一次呢 他在晚上休息的灯光也暗嘛 他在石头上刻 后来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子 刀一划呢 就划到左手的这无名字了 那么当时逃难又没药 对嘛 后来呢碰到一个郎中也就要查的 后来这一切呢 他就烂掉了 所以呢 他到了晚年呢 经常把手指呢 给这个儿生们看 他说如果我 当时的时候就是 因为这个手指没了 我就不刻印了 那么今天也没 今天的这 是生活了 所以就是吴昌硕先生呢 他就是把自己称为苦铁 当他的就是叫他师的老师 专门为他写了一个苦铁句 那么从此呢 他就是也有一段时间就以苦铁自居 那刚刚这个吴昌硕先生跟大家讲了 吴昌硕先生的几方弦章 其实都寄托了他对生活的一种感受 童老师从传课上来讲 这个吴昌硕先生的这个传课 相对于古人 相对于他同时代的这个传课家来说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点 如果要分析这个吴昌硕章 跟其他传课家的不同 那么孩子 从硬章的钻法 钻法跟刀法 三法里面去比较 这个钻法上面呢 他更多的从琴汉古戏 从瓦档 瓦变 钻头 这里面去取法 所以他的取法是比较高股的 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呢 也都不一样 那么从钻法上面呢 他这个排字啊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六个字 多字 他的牌是最丰富 人家不能够弄的 都是吴昌硕 这个硬朴尼全部好解决 所以从钻法上面 吴昌硕是最丰富的 那么讲到刀法 他又跟以前的人更加不同 他是取西林巴加里面的前松 带皮带靴的 再加上无浪制的开放 把他两个核尾液 再加上这种砖头啊 瓦当里面 古破制器 他就是在印章上面 要体现这种高股的这个气质 所以除了正规的这样客以外呢 他比人家多了一个修缩手段 就是他要出这个蒼茫之气啊 他要批 要削 甚至要敲打 要剪 这个以前没有的 这是他跟人家完全不同的 第二 就是从他开始 用印章的边啊 跟印文完全联合在一起 你看他有些边 学风拟的 三边粗的 一边细的 也是一边粗的 三边细的 这个边的话头最多 所以他是第一个 把印文跟印边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三个要素 达到了以后呢 又突出这个高股的 又跟人家与众不同 那么有些人说呢 他的图像就是粗糙了一点 我说不对 所以长浙先生要 就是说王水清水的 王圈是单刀的 这东西也很多 十二方天皇 那是这个 吴超先生的爸爸 倦给我们西林寺的 这个十二方天皇里面 有取风泥的 有取瓦圈的 有取骨钳的 有取这个秦汉印的 还有取月印的 所以每一方都有特色 加上舌头也好 所以这个十二方印章 是吴昌志先生的经典 这是民族珍贵 民族珍贵 所以昌志先生 在转科上面跟我们后世 留下了好多好多精品 也是我们转科的一个 灵魔取法的一个很好的对象 以前有人呢也说过 说吴昌说呢 因为他舌骨文好 所以他的印好 其实这不对 这个舌骨呢 是我们中国的舌科之主 那么最早的就是 天一格的宋塔本 但可惜在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 已经毁掉了 这个代表的一个很好的 是一种更好的 文族珍贵 是一种更好的 文族珍贵 是一种更好的 文族珍贵 刚才从童彦方老师 跟吴昌老师 两位的这个分享当中 我们了解到了 吴昌说先生的这个 这个传科 可以说是容各家之常 那么在不断的这个实践当中 探索出了具有自己风格的 这些传科的方法 所以呢 吴昌说先生的传科 和书法绘画 其实都有非常强烈的面貌 好好跟我们说一下 吴昌说先生的书法 尤其是这个石骨文 在他的书法的创作当中 所占据的一个位置 这个舌骨呢 是我们中国的舌科之主 所以最有地位 那么 为什么叫它舌骨呢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 十个上缘下平的 十个舌科 大概是浙径是六十公分左右 每一个样子像骨嘛 就叫它舌骨 实际上跟骨是不一样的 那么每一个骨上面呢 写个四言的这个诗 那么一共有十个 加起来呢就是等于是 有组合的一个组合文字 那么内容呢 主要是写这个帝王啊 舔手这个余列的 这样子一个打猎了 这样子一个过程的一个书 所以呢 名字珍贵 那么实际上这个 唐宣宗的时候啊 这个舌骨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 当时有韩语啊 什么时候写过这个 这个舌骨歌啊 来来歌颂这个文字 当时也有踏片 当然现在不存在了 那么 因为要学习这个 这个舌骨太语的文字 嗯 对这个踏片就特别重视 那么这个 我们最早的就是 天一狗的 送踏本 就有462个字 但可惜在这个 太平天国的时候 已经毁掉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留下来的呢 最早呢就是前几年 安世元的这个本子 应该是送元间的 挨下来呢 有五个明代的本子 现在呢 北京故宫一两个 上海波波馆一两个 还有一个呢 在上海图事馆 上海图事馆 上海图事馆 这个呢就是 吴昌社的藏品 啊 所以吴昌社是有最好的 临摹本 在写舌骨的 那么舌骨本原来的字啊 不是像现在的 这个吴昌社的这样字 是呃 左面低呃 右面高 很有粘略的 是比较方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舌骨 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舌骨上面的 是吴昌社的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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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氏石骨 真的是太太厉害了 那么吴昌社的舌骨呢 他原来学这个盐医生的 那么盐医生的 这个结构是方的 他很喜欢的 但是吴昌社不以 这样子为满座 形上把它变 立道上面把它变 那么再加上其他舌骨 经文都说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形成 所以吴昌社的舌骨呢 确实是我们学习 专书的一个经典 刚才童老师跟大家 简单介绍了一下 石骨文 以及吴昌社先生 所创作的这个 石骨文的这个特点 那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 这个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吴昌社先生的 传书林石骨文 请吴昌社先生 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幅这个石骨文呢 他写的是第三篇 填彻片 末款是无穿梭 下面这个影盖呢 是进群之印 窗石印 两方 这是座于他七十一岁 笔法呢 成厚魂谱 比例呢雄箭 线条呢 粗细他很有辩 所以呢 这个石骨文呢 我这个刚才这个 童老师也说了 原来的石骨文呢 它方方正的苗塘体 很规范的 吴昌社把它变一变以后呢 就这个字形就 就活泼了 他用很古朴的线条 用了很就是活泼的这个造型 所以呢 又是能够这个吸引 年纪大的 又是能够去 这个年纪轻的 老少嫌疑 对 所以呢 很有它的这个特色了 故宫的这个师傅 石骨文啊 它是这个四种颜色的 它是写在颜色纸上 以邓氏炉的方法 来写这个石骨文 把它就拉长了 啊 那么就是变痕为重 所以呢 他就制成这个一派 实际上他做了一个小的变异 对对对 是吧 但是就是这样的变异是 其他人都想不到的 以前有人呢 也说过 所以吴昌说呢 因为他石骨文好 所以他的印好 其实是不对 因为他石骨文的变化 就是从印里面来的 印的布局啊 什么地方 都来的灵感啊 所以应该说是 吴昌说是印壳的好了以后 再改造他的石骨文 所以他的石骨文呢 你看他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韵味 啊 早年的比较秀 啊 到了这个六十多岁 比较这个粗犷 到了七十岁以后又秀了 这是返璞归真嘛 对 所以他是不是就是一生都一直在写这个石骨 你看这个四十多岁 对 一直到七十多岁 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人家对他的书画作品 当然是晚年的越喜欢 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他中年 可以说他每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特色 嗯 参赞先生最大的机遇就是到了上海 六十九岁进上海 对 七十岁成为西林医社第一任社长 以后就是这个十几年里面就蓬勃发展 成为他一生当中最亮莲的这个一点 嗯 而且吴昌先生刚才非常重要的更正大家的一个 一个传额的错误 就是说 吴昌说先生的这个书法跟这个石骨文之间的关系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想呢 石骨文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对书坛的影响非常大 那我想问一下 当时就是吴昌说先生同时代的 其他的一些书家 转科家 是不是也会理解这个石骨文 也写 譬如说啊 吴达春 嗯 也写石骨 嗯 还有比吴昌说少少少几岁的这个黄木斧 他也写石骨 那么民国时候 譬如说伊丙兽的生子 这个伊丽兴 伊丽兴 还有民旗稍微小一点的温州人 叫陈汉光 他写四条瓶也写 还有我的老师莱楚生 也写石骨 每个人的石骨写的都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多多少少都要受一点吴昌说先生的影响 那么这幅对联呢 是我1975年 结婚的时候啊 我的老师唐一先生送给我的 这个一条的上款里面 一个什么好的 就是林这个画语楼的这个石骨文 而且这个本是这个这个名探本 他这本王楠的名探本 你也不宣 连他的老师 你没跟他见过 好的 吴昌若先生自己曾经在提《何子珍太史册》 诗中啊曾经说过 叫做曾读百汉碑 曾报石石骨 那么这两句话呢 可以说也非常概括 说明了他自己在书法上的这种特点 他在传课和书画艺术方面的这个成就呢 是和他对于书法的潜心研习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也有来于他艰苦卓绝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实践 博取而善取相容而相通 好最后呢 再次感谢佟岩芳老师 和吴昌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诗书画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吴昌朔先生的传课和书法作品 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聊一聊 吴昌朔先生思觉当中的诗与画 探镜诗书画笔墨映中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吴昌朔先生呢 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写诗 实际上是由六十年的这个诗歌创作的生涯 所谓的文人业余画家呢 他有一个词儿 叫洗血蓝 怒血竹 我在这里透露一个我们无家用笔的秘方 怎么会把他这火器弄掉 现在笔上占点墨 吴昌朔呢毫无疑问啊 就是是中国就是最后一代的文人化的一个